大家好 今天呢我跟大家 分享我的第一道 美食 那我用这个鸡肉做一道 浙江绍兴的传统 名菜叫 香蕉鸡 那么它也有一种 还有一个名字叫九刀鸡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就是 开始做了啊 第一个呢我们用这个姜 是吧 这样你把那个鸡 你先上里都要插过 姜丁葱啊一起插都可以的 把它插过 插出去 差不多了 这我们要用我们的 自己炒制的啊 花椒盐 那么花椒盐呢 要把那个鸡 全部要插过 里外都要插 肉厚的地方里 我们就是多搓几下 让它更加入味 盐腌制完以后呢 就我们要加一点 高度的白酒 嗯 把这个鸡身上啊 淋一点 不要淋多啊 淋多酒味太重了 也要不好吃的 对吧 这么淋面也搞的 那高度白酒呢 又跟着去腥啊 带给点蒸香 正手摸几下啊 出几下 出勻 把这白酒出勻 好 鸡腌制好了啊 那么我们要把鸡要清洗相近 啊 盐来冲掉 洗干净了啊 很干净了 那么我们这次不要浪费料 姜啊 葱啊 不要浪费 所以我们去放到那个汤桶里去煮 我们这个呢 冲香 那么放进去啊 这个汤里水呢 要看鸡的大小 要把它木骨 这个鸡 放进去啊 水内的要开 放进去煮 煮了 看这个鸡的老论 好 鸡已经做好了啊 我们把它捞出来 哇 这个 哇 更漂亮这个鸡 好了 鸡也凉透了啊 现在呢 我开始要招鸡了 这个 我现在用这个 这个 盛州的那个 糯米酒招 来招鸡 那招鸡呢 是有两个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 用香肠肉招 那我这是比较传统的 就是用 盛州的那个 糯米酒招 嗯 酒招的下面放一层 这么我们用个隔板 把它隔住 鸡它放在鸡板上面 那我这上面呢 我们还要放一层 啊 用 用纱布啊 把它盖住 再酒招 再把它压到上面 酒招也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就把它盖上 然后要放到阴凉的地方 那么我们酒店里呢 有凉的地方 我们就放了凉三点 这个 这个过程最少要15个小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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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